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收大家看一下这种 东西 不知道大家认识不认识 这个是鱼心草 这个鱼心草呢 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一种蔬菜 它对这个肺经比较好 可以起到一种清热解毒 消肿治疮的作用 所以说呢 很多医生都建议 所以如果说你感冒发烧了 嗓子疼 那你就赶紧弄点鱼心草吃一吃 就会好像很起作用 所以说呢 这个鱼心草呢 就是说 还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这些鱼心草呢 都是我在 就是说在中国店里买的鱼心草 然后拿回来自己培植的 那么怎么样培植鱼心草呢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刚才呢 就是采摘了一些 就是这里刚刚的这一些鱼心草 我把它采摘下来了 采摘了这么一把这个鱼心草 然后呢 把这个鱼心草处理一下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它来栽植 你自己家里没有鱼心草 你就可以到中国店去买鱼心草 买了以后呢 你把这些叶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有这些 有这些小芽 你看了吧 因为呢 这个 他们在这个就是说 培植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的这个 新陈代谢能力很差 所以说 如果你有很多的叶子在上面 就不容易成活 所以说 把这些大的叶子去掉 然后呢 就剩下这种小叶叶 那么你就可以 把它栽到地 把这个大的叶子都去掉 大的叶子你可以用来 煮水喝 我比较喜欢用它炒鸡蛋吃 有一点点腥味 但是吃起来还挺好吃 我觉得 特别是感冒啦 或者是嗓子不好 或者是气管不好 它对这个清理 治疗感冒 还有这个 清肺都有很好的作用 这样就把叶子去掉 然后留下它的小的论苗 看见了吧 嗯 这样以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插到地里就行 但是呢 这个鱼腥草呢 它是比较喜欢水 而且呢 比较喜欢阴凉的地方 就是在树荫的地方 比较好 所以说你在种鱼腥草的时候 不用阳光特别充分的地方 就是树荫底下就可以 然后呢 就是说要经常浇水 因为它比较喜欢这个水分 如果有水又不太晒的话 那么它就生长了会特别旺盛 其实我的那一片鱼腥草 一开始的时候 也就几根 几根这个鱼腥草插下去的 然后呢 它自己繁殖在里边 就繁殖了一大片 选择的时候 选择鱼腥草栽配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这种大的 老的粗的枝子 或者是说呢 从那个根底下 从那个鱼腥草 你要是 但是一般你商店买不到 你要是有的话 可以再把那个鱼腥草的根挖出来 那个根是一种白的 像草根一样 把那个草根直接埋到地里 也是很 那就更容易长出鱼腥草来 所以说鱼腥草在自己家里培植 还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弄的这个鱼腥草呢 就把它埋到地里 不用太阳很毒的地方 就是比较阴亮的地方就OK了 就把它这样埋到地里 但是鱼腥草呢 它比较喜欢水分多的地方 所以说你可以多浇点水 鲫的地方 对 因为它喜欢鲫的有水 你在这几棵 能活一棵两棵 然后它们就能在这一片 有底下的根 它们就会再繁殖 我那一片就是一开始 也就摘了几棵 现在就已经繁殖成一大片了 买鱼腥草还挺贵的 也不算贵 一块钱一小把 这个鱼腥草呢 以前我都不认识 不知道什么是鱼腥草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妈妈 得了肺癌 然后呢 就说照了好几次 就说很大了 但是又年纪比较大 他们就决定就是说 不再化疗了 是年纪那么大了 就让他们高高兴兴的 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然后呢 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安度 就是最后的几年 最后的时光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们就说给他们吃的这个鱼腥草 所以还有一点什么东西 所以还有一点什么东西 后来呢 就是说吃了一段时间以后 再回去敷茶 然后呢 那个就是肺里的那两个 那两个那个那个块 就好像就越来越小 最后没有了 消失了 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鱼腥草的作用 好像很大 然后呢 我听了以后呢 觉得好像将信将疑的 我就上网上去查 后来呢 看到那个养生堂里边有一个节目 就是专门做这个鱼腥草 说它的作用 说鱼腥草好像有小毒 就是有一点点的毒气 以毒攻毒 不是 不是以毒攻毒 有一点毒气 所以说你也不能吃太多 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但是呢 它确实好像能够起到这种什么 消炎啊 去这个 去肿的作用 所以说 那个养生堂上那个医生就说 就是说如果你感冒了 有病毒了 你就赶紧的弄点鱼腥草吃 然后呢 就会很管用 他 所以我看 从我的那个朋友的 他娘吃这个鱼腥草的作用 还有这个养生堂的 这个那个东西 我就觉得鱼腥草 可能 可能应该是少稳有一点作用 所以我就想 平时如果说 你不要吃太多 偶尔吃一点 可能应该是 对身体比较好的 是吧 对 所以呢 没有癌症的人也可以吃的 不是专门吃癌症 不是关门致癌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吃一点鱼腥草 可能应该对人的身体 会有一点的好处 所以我就想 想着萌发了种鱼腥草的这个念头 然后呢 我就试了 买了这个鱼腥草回家试 结果埋到地里边还真是种活了 所以呢 把这个办法也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 谁有兴趣的话 想种的话 可以试一试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谢谢